预算值有哪一些比较重要的部分呢? 第一个就是有关指定预算值 特别就是这个等号 等号我们一般理解是等于 不过在这里的话 基本上是有点像是负与值 比如说像底下这一串 5基本上会从结合性是由右到左 也就是说 这边一串 那你一般是只会写 A等于5 或者是D等于5 那如果说今天是一串 它也是合法的 也OK 也有人这样写 那别人变成说 我把5给了这个B 然后呢也会把 这个5里面的值 其实有5啦 也会给C 也会给B 也会给A 也就是说全部都是5就对啦 OK 那实际上当然你也可以拆成几行来写 你可以拆成4行来写 比如说先D等于5 然后再怎么 C再等于D 然后B再等于C A再等于B 其实结果是一样的啦 那其他语言也许会把它拆开一起啦 不过Java有时候 这样会省很多 你可以撰写乘一行就OK了 OK 这个是第一个 所谓的指定运算值 OK等号部分 那再来的话呢 是运算值 也是结合性也是由 结合性是由 结合性是由左 先从左边开始算 那优先顺序是 先乘除 啊这个是 这个person 百分person 然后呢 就是求余数 后加减 反正这个地方的话 跟一般的数学是一样的 然后运算时呢 行别自动转换 OK 它会自动帮你做一些 行别转换的动作 那这边的话 基本上类似像这样 就是加就是A加B 然后最后结果会把它写 就是如果假设A等于5 B等于2的时候 那两个相加 这应该是蛮简单的 这有点像数学 小学数学 那乘的话 应该也是两个相乘 除的话呢 但是可能 各位比较不熟悉的是 最后一个了 求余数 就是 这个百分 这个person 就是 我 就是A假设5 B假设2的话 也就是A除以B 余多少 余1 那这个其实用到的机会 也还蛮大 有时候是 为了要算一些 可能像 能不能整除的问题 也许是 有时候比如说照片 刚好1 2 3 每6次 我要重复一次 每6次重复 那你可以用这个person 去做那个运算 OK 那这个是所谓的算数运算值 大概有概念就可以了 那再来还有啊 比较特殊的啦 以前的话如果A等于A加1 那它的流程是这样 就是 先把A加1了之后 然后再丢给前面 所以如果A里面假如是0的话 加起来 加了1之后 丢到前面 它就变1了 这个实际上有点 也是负语到前面 但是在句话里面 你可以写成这样 A加加 A加加 其实就是A等于A加1 而且这个还蛮常看到的 那还有简简 那简简的话 顾名C啦 就是B等于B-1 你可以写成这样子 另外呢 不指定或给还有什么 A加加 这类似像这样 加加A 那底下有个范例 C等于加加A 这样的叙述 还蛮特别的 不过一般你在Java里面 这个代表是比较少见啦 但是还是有人这样写 那它是怎么样 先将A加了1之后 这个是1啦 加了1之后 比如说A加了1之后 再把A的内容给C 所以它实际上A是加了1喔 如果本来A假如里面是0的话 那它一定是加了1 加了1 之后再给C 所以C也是1啦 那后面这个跟上面看起来 好像很像 但是不太一样 是A先给了它 再去加1 所以那个前后的顺序 不太一样 所以如果是A等于0 它会先把0给它 所以C还是0 然后最后呢 A如果加加 就加了1 所以A最后变成1 C会变成0 OK 大概有个概念就可以了 那再来的话呢 还有什么 B等于A加加加5 那你可以视为两行 它会先执行什么 B等于A加5 后面这个 再去做A加加的动作 所以实际上 但是 这一行的写法 当然也比较少见 通常会写成下面比较多 那你说 那将来要写 怎么样写比较好 其实 最好你看得懂得最好 OK 你不要 你以后 你的功力够的话 你爱怎么写怎么写 不过当然如果初期的时候 你如果是T-Work 最好写给大家也能够懂 不要你写那怪怪的东西 那别人看不懂 可能一边看一边骂 在写什么东西 OK 所以是有这样的写法 但是你要不要用 那就看各位将来在实际上 运作的时候 怎么去选项 去选择 再来的话就是 算数指定运算值 里面的话大概就是 比如说 加等于 如果一般是A等于A加B 那你可以写成这样子 A加等于B 这个写法 所以特别之后 后面的写法等于前面的写法 A等于A-B 等于A-B 然后一样的 这个大概其他都差不多 你们大概有个概念就可以了 但我讲过了 你可以写成前面的 你也可以写成后面的 但如果你一般写的话 你不然你如果实在是记不得后面 你可以写成前面 但是很多书里面 或者很多人呢 习惯就写后面的 所以如果你后面看不懂的话 那等于这个 有的时候你会不知道 原来有这么一回事 OK 大概知道一下 再来还有所谓的那个 关系运算值 那也就是说 这个有个大于 那最后大于 这个应该看得懂 大于等于 小于 小于等于 那等于特别注意 刚刚我们有一个 单一个等于 这边如果是真的是比较的话 记得是两个等于 常常有同学是写成一个等于 其实一个等于是负语的意思 后面东西丢给前面的 OK 那如果比较的话一定是两个等号 这个是固定规则 那不等于的话 记得 这边有个不 不等于 不等于 每一种语言写法 有时候是不太一样 那你就记得 不等于是这样的写法 OK 然后 这个是关系运算值 再来的话呢 先后顺序大概记一下 也是由左到右 布林词之间等于等于 一定要两个 OK 那其他的话呢 还有就是and 偶尔跟not and是什么呢 a要处 b要处 才会为处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假设底下 这个是and and是两个都要为处 也就是交集的意思 两个都要有 底下是偶尔 是连集 其中一个为处 就为处了 然后not的话呢 刚好颠倒 本来是处就变false false变处 应该有那基本概念 其实任何语言 即便是 不一定是java 其实在esail里面也都是差不多 反正就是判断逻辑而已 那如果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变数a跟b 处处 那如果两个and的话 那一定是处 ok 然后呢 如果偶尔的话 因为其中一个为处就是处了 那not not的话 就是false 刚好颠倒 ok 那如果是处 false 那因为其中一个是false 如果是and 那一定是false 那这个 偶尔的话是 其中一个为处 那就为处 那这个not的话呢 其中一个为false 就是一个为处 最后结果 颠倒过来 就是false ok 然后相反逻辑 true false 然后再来的话呢 就是false true 这个结果的话就是false 其中两个不一样 互次 那就为处 可是如果两个都一样的话 这个应该是 两个都一样 这个应该是 为false才对 这个应该是 这个可能再查一下 两个都一样的话 对 对 对对 那那个后面这个 那的A 所以刚好这边false 这边就true ok 好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有个表 ok 大概是这样逻辑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逻辑 这个我想任何语言都一样 那再来的话呢 其他像所谓的关系运算值 里面的话 这边有一个相关的对应关系 大家稍微看一下 基本关系 那它一定是有一个快捷运算 就是前面已经是false了 后面就不判断了 不然的话 有好多个判断 基本上 我们也许将来的逻辑会好几个 那如果前面已经false的话 那它就end的话 后面就不判断 因为后面应该已经是false了 那如果是偶而的话 前面为true 后面就不判断了 应该了解这个意思吧 就是已经是false了 我想后面你再怎么为true还是false 所以就不判断了 所以这个有一个所谓的快捷运算值 OK 就是说可以增加效率 不要就是已经判断确定是false 后面就不用看了 OK 然后其他的话像位元 那有end 偶而 这个是slash OK 然后有一个这个护次 护次的话就刚好相反 刚好也是颠倒了 那这个就是我刚刚有提到的 就是如果同时 这个护次的话 两个位元不一样的话得一 如果相同的话 那就是护次 应该就是刚好颠倒了 好像是正正false 这个运算值 OK 然后运算值的优先顺序 大概这些了 就是从头到尾 单元运算 位元等等的 有这些相关的对应关系 大概了解一下 往后如果说我们有遇到类似的状况 再来跟各位做说明 那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有关那个流程的这个 控制 最重要的就是 包含像是那个选择 这个用到的机会还蛮多的 里面包含衣服 else 跟switch OK 不过 基本上我的习惯 其实我用switch的机会 比较少一些些 我反而很多 大部分都用衣服来 通通就是cover掉 因为衣服基本上 有些地方已经几乎可以 switch能做的衣服也能做到 那一般就是一个衣服 单重一重的逻辑叙述 如果说你有两重就加一个else 如果你有三重的话 你就可以加一个什么 else 然后后面的话呢 再加一个衣服 然后四重的话呢 再加一个else衣服 五重再加一个else衣服 所以你可以else衣服很多重 那总共有多少重 其实我没试过 印象中好像可以到达256吧 还是255 不过没有人那么多 基本上你可以非常多重的判断 那基本上这个跟switch很像 所以基本上我有时候 我会选择用这种方式来取代switch 那switch又有一个缺点 就是说它判断后面的那个 就是判断的东西不能是一个自创 它只能够是一个INT 或者可以被INT转型的那些形态 当然不包含long 也不包含double 也不包含flow 也不包含flow 也不包含自创 所以就麻烦了 但是if的话 它就没有这个限制了 所以这个当然 后面我们有个范例 等一下再来讲 有所谓的回圈叙述 那回圈叙述有for 这个用的最多 第一名 再来是while dowhile 不过这三种 基本上当然你看起来是三种 那但是互相之间 其实都可以互相改写的 没有问题 也就是你把for写完 你要改成while 可不可以 可以 改成dowhile 可不可以 也可以 那只是说要怎么改 后面我们会有一些相关的范例 让大家了解 那首先的话 后面有个范例就是那个 我们一个switch的范例 那第一个流程和控制这边 大概流程if部分 它的叙述一定是if 小瓜糊 其实中间有个空白 你的逻辑 就是你的条件 放在这边 后面的话一个大瓜糊 切成两半 头尾 就是如果一重的话 是这样子 就是说如果里面的条件为true 那就执行中间的这个程式的叙述 那如果那这个地方 当然你可以去做一个序 在后面我们有一些相关的范例 那再来的话 如果两重的话 这个字有点反白 基本上就是多一个 就是多下面这个地方 else 一样多一个大瓜糊 多一个大瓜糊 中间这个区块 也就是这个 如果即为true 就跑这里 那为force 就跑这里 这个是两重的 那三重的话 三重的部分的话 这边是没有了 不过我刚刚提到 如果你有三重 这个三重跟那个三重不同 ok 那这个地方就是 如果 好 这个太冷了 ok 因为这冷气有点不太够冷 那就是if 然后瓜糊里面 如果你要加在后面 记得就是加一个else 一样是else 有点难写if 空格加if 一样是大瓜糊 然后这个大瓜糊 加在底下 大瓜糊 等一下我们会讲一下 那这个底下的话 有一个if else的叙述 这个用到的机会 非常的大 其实你会发现 城市缺这个东西 就不知道怎么写了 因为基本上 重复来重复去 其实就是if else 其实坦白讲 我用最多就是if else 加上for回圈 其实大概百分之八九十的事情 大概就可以搞定了 所以其他的大概就点缀式的 实在是不好做 或者是说用其他的方法 像while 那我就会再用while 否则的话 我大概就是if else 如果一重就是if 两重if else 三重就是if else if 再来else 再来一直往下 那首先的话 当然 因为这个里面有提到 有关switch 所以我们也顺便讲一下switch 不过switch这里面的键值 这个键值很麻烦 一定要是数字 或者是可以转换成数字 那这边有个范例 我们也许第一个 它有个流程图 进来 查查 如果是对了 它就break 就跳离了 OK 这边有看到 如果不对 就会继续往下比 不对 继续往下比 都没有 那就default 这个default有点像是else 就是在if 那个if 里面的else 反之剩下的就是跑 Default这个区段 它有一层一层的 这个关联性 那这边有一个就是switch 特别注意事项 就是说 这个switch 它这个键值 就中间这个刮斧后面 这个东西 必须可自动转换为INT 所以大概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但是 这个 这个 不行 那Stream 至串 也不行 因为它也不在这里面 所以 很麻烦 这个用到的机会 当然相对的会是少 蛮多的 那 可是 如果你要用到 那你就用那个 我刚刚讲的 用if来判断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有个范例 这个范例的话 类似像这样子 也许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范例好了 就是switch case 请各位等一下 帮我建一个叫switch case 的一个 一个类别 那这个类别 一样里面有个man 我刚刚有同学问到这个void 那其实这个会自动产生 那其实void 我好像前面有讲过 其实void 基本上是指的是什么 没有回传值 就是void 那如果说你将来看到一个方法 前面 他如果说是一个什么 也许是int 或者是一个string的话 那基本上这个方法 这个是有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有回传值 OK 那另外呢 前面这边有一个static 这个static就是静态的 OK 所以如果将来 你是一个静态的方法 那你将来的那个 存取的资料 你也要是静态的 不然的话 你会抓不到那个资料 那所谓static 每一本书写的都不一样 刚开始真的是 很多朋友问static是什么 其实简单讲起来 我的理解是这样 就是在 就是在哪里呢 在其实就类别 就是在类别的那个存取取 实际上简单讲的是什么 就在global 就是痊愈的 也就是说 你要大家一起可以存取的地方 就是呼叫 宣告成static 那只要是 所有它产生的物件 都可以存取到的 OK 包含就类别本身也可以存取 所以如果有个static 的话一般就称为所谓的 类别方法 OK 不过这个可能对你们来 可能慢慢要有一些sample 也许会比较具体一点点 所以如果宣告成static的话 简单讲起来 大家可以抓得到就对了 这怎么 就是说 因为一个物件就一个教室 一个教室 所以static是大家都可以去的地方 就对了 大家都可以去 大家都可以抓得到 OK 所以你宣告成一个static 所以以前有同学是写一些物件导向 那写一写之后 发现奇怪 怎么都抓不到东西 后来它就莫名其妙加一个static 程式就可以过了 到底有问题 因为它就把它放在一个全域区 就搞定了 OK 好 那前面还有个public 反正这意思就是 可以给其他的类别去做存取 这个是存取的修饰词 OK 那底下的话大概 请各位先建一个 那我需要做的 类似就是像这样子 比如说我车票 假设我今天 需要有一个最后做出来 两个版本 一个版本是scan scan的话就是我们传统的版本 比如说我今天如果输入1的话 按enter 它会出现1号车站 是12块 那如果我今天输入的是2的话 游标放这边 它会出现的是2号车站是24块 那假设我今天输入的是2以外的数字 随便输入一个3好了 enter 它这边会显示输入错误 那当然我们将来可以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scan的版本 但同样的方式 你可以把它改成J Option Pen 那这边的话我想 各位稍微先看一下 我们那个讲义里面 的后面的页数 大概是在第几页 第100 应该是26 25 24 25页 125页 就是重复控制的上面 有一个这个范例 那稍微试试看好了 里面的话大概我们就是 这个是J Option Pen 的这个范例 那请各位先 也许先用scanner吧 先不要这样 那里面大概就是 一样的地方 其实就是Switch 一个键值 刮弧 然后大刮弧 里面的话一定是case 什么键值 冒号后面就是做什么事情 一定会有个breaker breaker ok 其他的话就是default 做什么事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先试试看 那也许可以分两个版本吧 早上我们有提过就是说 如果输入端的部分 也可以用那个 也许你可以用scanner吧 scanner这个类别 然后去取得使用者输入的值 那当然配合的是一个system.out 另外的话也许你可以再产生另外一个class 那class的话呢 也许是那个就是用j option pen吧 好